这次选的鲁邦主题曲呢 是这个鲁邦三世的爵士系列的 其中里面的一首 那我之前有讲过鲁邦三世可以说是 除了柯南以外呢 另外一部超会捞钱的动画作品 因爲什麽呢 因爲他不要说他的动画啦 都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出 他的光是音乐这一块 就是出了再出出了再出 然后同一个主题用了四五十年都没有变的 这很夸张 然后呢 他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我讲过 他其实就是一个band的概念嘛 那个大野熊恩他有一个叫 U & Explosion Bund 就是他那个他们的一个团 那他里面有就是除了固定他自己嘛 弹的organ或钢琴 然后那个bass跟爵士骨之外 有的时候还会再加一些电吉他的啦 萨克斯风的啦 小号的人进来 那其实他们吹的就那几个人 大家可以看那个 他那个U & Explosion 的固定的成员 但是呢 平常我们听到都是那个样子 有和声天使啊 有beat band啊 但是这个爵士的这一张专检特别 它是叫做大野熊二dolio 就是trio 就是那个三重座 那个trio的那个trio 那他的这个组合呢 他的编制就变得非常简单 就只有大野熊二弹钢琴 然后一个爵士骨 然后再加一把double bass 就这样子 所以呢 他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 鲁邦三世的这种主题曲里面呢 最简单的一首 可是呢 他对音响的挑战是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前面呢 这个爵士钢琴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爵士钢琴 他会有很多的solo很多集心 然后会应用大量的和弦 所以呢 在钢琴你同时按好几个音呢 甚至大野熊二有的时候 他会很疯狂的就是用这个手臂 你如果看他的影片 有一支影片他就这样 就是用手臂从这边到这边 这么长喔 差不多30公分 超过 直接钢琴给他这样 啪 这样按下去 就是一个阿伯这么疯狂的弹钢琴 就是弹到一半 然后一个断奏的时候 然后他会跟那个爵士骨同时这样 啪 这样下去 所以呢 其实大野熊二弹的钢琴 跟90 上相比 大野熊二对音响的挑战性更高 因为90 上弹钢琴 就是 这样子 但是那就还比较简单 可是大野熊二他的钢琴比较疯狂 所以 第一个你的钢琴的音色 还有他每个和弦的那个结合案 能不能有很好的变化在音响上 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 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 然后呢 因为他是一张角色专辑 所以他后面有很长一段是Double Bass的独奏 那Double Bass的独奏 其实是很难展现的 因为他是弦乐器 所以他应该要有那些波弦的那些空气的颤动 那些质感 可是同时他又是非常低音的乐器 所以 他在一对喇叭上面 在一套音响上的时候呢 他会挑战你低频的解析度 那这种事情呢 是对于那些推广 用小喇叭配重低音喇叭 2.1声道等 永远无法体会的东西 因为绝大多数的重低音 即便是非常好非常好 你用Rio 或者什么的重低音 其实他们都很难去展现出 那个波弦的那个 蹦的那个质感 而偏偏的那个 蹦的质感又是非常低频的 所以呢 为什么我都会建议说在 就算你是小空间这样 你摆得下 尽量用大喇叭 不要去用2.1声道 因为2.1声道的那个重低音 他可以去补足他不足的低频量 可以让你有那个震撼的感觉 可是呢 这个蹦蹦蹦蹦蹦蹦 的这个波弦的这个弹奏感 以及他跟这个低频的连贯 通常还是要由大喇叭才做得出来 而且呢 我都讲喇叭的跟扩大机推力的 这个搭配非常重要 因为呢 这个蹦的这个声音 如果你的喇叭够大 但是你的扩大机推力不够的话 其实他在呈现这个蹦这个波弦的感觉 他是呈现不出来 尤其是在小音量的时候 所以呢 我会建议 就是扩大机跟喇叭如果预算允许的话呢 不要为了空间去限制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追求这种 比如说Double Bass的这种 蹦蹦蹦蹦 声音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大的乐器呢 他的大的喇叭的音响 还有足够的推力 他才能够展现出来 尤其是小音量听的时候 所以 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 对这一首曲子 对这个音响组合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特别着重在这个低频波弦的部分 大家就听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音响展呢 我们有两个展间 那一个呢 是展Fyne 就是那个Fyne F1-12 跟Vintage-12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的音响上 入名 会放我们的鸚鵡螺 那两边呢 都是搭配全套的 Accuphase旗舰 所以 你想要听的话呢 就这两个地方都可以 我建议最好都一起去啦 反正 如果你从外线市来的话 都来一趟台北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详细的资讯呢 你可以少我们的QR Code 有我们入名的IG 还有我们入名的Facebook 那这两个呢 上面都会公告详细的时间跟地点 那大家就随时关注就可以了